來 來 阿姨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跳什麼東西呢 很簡單 有潘老師這樣 一定要讓妳動起來 我們今天要這樣 怎麼樣讓妳的腰 跟腿部能夠放鬆 怎麼樣讓妳的腰 跟腿部能夠運動 好的 接著跟著潘老師一起 劉阿姨準備好了沒有 來 兩個 一個 兩個 兩個 用粗的 很好 用粗的 再一次 用粗的就是用滑的 並不是叫妳在粗東西 不要再粗了 用粗的 好 扭屁股會不會 扭屁股 蹲下去用骨勢頭肌來扭屁股 好 我們一次出兩下 然後扭兩下 這樣好不好 好 2 5 6 7 2 1 2 扭 扭 扭 2 2 再一次 3 2 實在很難看 4 2 來 第二個動作 鐘擺會不會 鐘擺會不會 會 這個節拍 鐘擺會要講話 會 會 好看 1 2 跑跑跑 1 2 跑跑跑 我們現在是在運動 我們不是在做復健 來 跑跑跑 很好 第三個動作 上手 很好 往內 再上手 操手弄吃 請面帶微笑 擺個姿勢 是不是很簡單 謝謝 謝謝 來 謝謝 謝謝兩位媽的 來 今天非常謝謝 好難忘了 Pony老師還有潘老師 來 就讓我們先暖適 暖適一下 好 我跟你說 旁邊你吃飯沒關係 你們要跳沒關係 你看我們看 你有結果你有在運動 你會先串著嗎 這串 還好我穿球鞋了對不對 我現在換回來 對 真的開心 你看其實幾分鐘時間而已 動作其實說真的不難嗎 但是我覺得 這動作不難 但是如果這樣動 我覺得它的消耗能力還滿強的 很強 也可以紓壓 因為現在常常很多人 譬如說壓力很大 還有一點 常常如果玩電腦 手機 姿勢有時候不對 我們真的要調整動一動 因為譬如說我們的姿勢當中 有的時候很多的姿勢是不可以亂擺的 沒錯 這方面會引起譬如說 腰痠背痛 對 之類的 其實我跟你講 做骨神經這類都是 發作起來你會覺得 不得了 不舒服 所以怎麼保健 怎麼那個 平常的姿勢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有人常常工作要站很久 我們有時候主持節目也要站很久 所以美容業的也要站很久 那應該怎麼樣讓自己 在這個當中不會腰痠背痛 徐老師要跟我們分享 有什麼動作要注意 我們這樣好了 你看我們今天要分享一下 所謂的 腰痠背痛的小知識 這個東西我想大家都知道 只是你不曉得 平常你不會去注意 所以說第一項就好 正常人的腰椎是 S型 什麼 這個時候你就完全不了解 正常人 你看我們常常聽人家講說 所謂的S線條 女生的S線條在什麼地方 就從她的背 到臀部 到腳 S線條 所以你沒有發現你的脊椎是這樣 你是說看側面嗎 對 所以說當這樣 這個幅度出現的時候 如果它是直的 完全是直的話 那就怪了 那就僵硬了 對 那就僵硬了 所以要前都後翹的感覺 對 那就是所謂的標準 那就是所謂的標準 其實這個是很簡單的 第二個就是 千萬不要翹二郎腿 不要翹腳 這太厲害 我告訴你 很多人 太多人習慣性會這樣 沒錯 對不對 會是這樣 它對我這個習慣 其實你這樣子一翹之後 你發現你慢慢久了之後 你發現你的坐骨神經 已經偏了 偏了 完全偏了 偏了 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人 需要去什麼枕椎 對 推拿 那就是因為 你不良的姿勢 有造成你現在這樣的一些影響 對不對 沒錯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說 我們盡量不要翹腿 想不想 如果說你真的要翹腿 一般人的習慣性是 譬如說我可能左腳 對 如果你讓自己能夠緩一下 最後能夠換個腳 沒錯 你不要一直同樣的一個地方 真的 真的 這樣子真的是很不OK 真的要換一下 對 沒錯 好 維持正確的什麼 坐姿 怎麼樣才是正確的 維持正確的坐姿很簡單 我們說過 就像我們睡 我們睡床部 那個枕頭 當你睡到 當你人睡到那個床上 跟那個枕頭 我們說 頸椎後面不要有一個空隙 腰椎後面不要有一個空隙 腿的這個地方 也不要有一個空隙 就是必須要你平貼的 那一張床上面 坐椅子是一樣的 我坐在這邊的位置 基本上我的腰椎 是平貼在後面的 有的人習慣性會這樣 有沒有 在這裡看電視他會這樣 這邊其實是 對 他會這樣做 所以說這個是 不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坐椅子其實很簡單 就是讓自己坐的端正 成一個L型 靠椅背 靠滿 靠滿 對 後面這裡要靠 對 不要只會靠背而已 所以一定要 好不好 不能只有靠背 對 盡量靠滿 連臀部一起靠 一起靠 對 好 妳要想看看 古早的人要怎樣 他們睡在臉上都頂屁屁屁的 我有一次去 就去溫州 然後就去找朋友什麼 就睡在他們 臉上頂屁屁屁我這樣說 那真的腰部中間也是空的 這邊也是空的 對 第二室睡會痛耶 第二室起不來 根本就原本要起來 怎麼辦 那以前是怎麼辦 所以當然就是說 我們現在既然知道有這麼好的東西 來協助我們 那當然就自己要去注意 你平常在做一些 譬如說運動還可以調整 平常讓筋骨 我跟你講 筋骨一定要開 一定要柔軟度也要有 不然真的不會蓋起來 所以筋開腰軟會旋轉 那筋開腰軟 它的血循環是特別的好 對 所以美鳳姐講對了 真的要是 筋開腰軟是非常好的 而且不容易生病 氣血就非常通順 對 如果你僵硬 硬硬硬 其實有的時候 所以是氣血也不通 對 對 好 那剛剛講說 睡覺的時候 這些還有坐姿 對 那 婚妮老師 婚妮老師有什麼 要跟我們分享的 對 其實美鳳姐剛剛講的就是 缺少伸展 所以肌肉太僵硬 那伸展它就有幾個小知識 第一個 什麼是伸展 其實很簡單 伸展就是把你的肌肉 把它讓 讓它 延展 延展 放鬆 讓它有彈性 所以有 兩個部分也要伸展 因為很多人說 我有運動 那我還要伸展嗎 你的運動 你長時間運動 你的肌肉可能會過度很緊 所以也有導致可能你會痠痛 會不舒服 然後甚至 酒座辦公室 酒站的人 肌肉會僵硬 僵硬 它那個不叫做運動的那個緊 它這叫僵硬 所以更要伸展 好 那伸展更要注意 比如說安全 因為伸展雖然很簡單 可是也有可能會造成傷害 對 然後什麼時候做 誰該做 其實伸展很簡單 伸展就是任何年齡層 大人 小孩 老人 男人 女人 都該做 然後什麼時候都可以做 你可以天天做 好 那伸展的訣竅 其實很簡單 你再做一個重點就是 循序漸進 依照個人的體質 你的亂度 你的強度 慢慢的往前延伸 然後 配合你的呼吸 千萬不要憋氣 然後在做的時候 是慢慢的往前延伸 不要一次太快 動作太大 因為你過度的動作 也有可能造成你的肌肉的傷症 傷害 對 或受傷 你看以前很多人都是完全 讓你掉下去 對 硬壓 歪歪 很多人是這樣 其實這樣是很不OK的 所以要慢慢的 慢慢的 對 一定要慢慢的 那這個 我們講到伸展 請問小一 小玉 你們的想像中伸展是什麼 除了走伸展台之外 我以前練拉對時候 我們常常為了要把筋拉開 都要拉到就是隔天會很痛那種 走路會這樣外巴然後很沒辦法走 就很像瘀青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對 那你們也會做一些伸展 一些那個 好 學跳舞的時候 都要練劈腿 老師都會硬壓 對 那都會很痠痛 硬壓之後還會怎樣 這邊的皮下組織的肉都會開了 對 應該要慢慢的 就像那 就像孕婦有沒有 對 那種潤塵紋一樣 撐開之後就會變這樣 而且真的會瘀青耶 就是我有時候拉就是硬拉 對 隔天會整個就是 黑一片這樣很明顯 對 走路沒辦法走 你們平常會做什麼運動 平常喔 那有些像年輕人都不用走 不會啦 都會做啊 有嗎 什麼 那中央都會走七遍吧 沒有 散步也是一種運動吧 對 對啊 然後換你 會去健身房 對 偶爾 對 健身房 可是我早上健身房去完之後 好像如果沒有伸展得夠的話 隔天會痠痛 其實是 所以運動之前要先伸展 還是說運動之後跟之前都要 所以我們很多人不懂 進健身房的規矩 很多人就是做完之後 可能他就走了 其實做完之後 你真的要讓自己舒緩一下 然後拿我們最簡單的一些方式 我們做一些重量訓練的人 就像我們 譬如說平常我有在做重量訓練 當我做完運動的時候 我如果不做一些伸展的動作 我的肌肉也會變得很僵硬 對 對 就像你看很多人是 有些很多重量訓練 他是連手腳都摸不到地 那就是因為他沒有做伸展 對 所以你做完重量訓練之後 你一定要做一個伸展 伸展的動作真的很簡單 即使你做手臂的運動 你看我們常常會這樣做 你現在把手這樣做 把你的 右手也好 左手也好 對 像我這樣子 往旁邊扳 你看我現在是剛好 我的膝蓋還是往旁邊扳 這個時候你這個地方 是不是已經繃緊了 對 這就是一個伸展的動作 那同樣動作你換邊再來 它也是一樣的道理 很多人要打球的人都會先做這個動作 對 就像我們常常也會做一些 手腕的一些動作 這個也是 對不對 這就是一些手腕的動作 有 女生 女生在做 穿高跟鞋 你看美鳳姐每次的工作 一整天站那邊 小腿真的長腫瘤一樣 對 抓筋 好 那我跟你講 如果今天怎麼樣讓女生 譬如說最簡單 她小腿變得這麼漂亮 你看每一個小腿這麼漂亮 對 那一定有是她一個原因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借用一下 美鳳姐這張椅子 你看 我們每一個人把腳放到這邊 就像我現在這樣做 我把腳放到這邊 我踩到這個椅子的邊 我身體往前拱 所以我這邊就是拉緊的 拉緊 我的小腿就是繃緊的 你只要這樣踩在這邊 大概一到兩分鐘之後 換腳再來 每一次三到五分鐘 你的小腿就可以很放鬆 非常放鬆 妳再怎麼走 就不會有兔子在還沒跟 很好 是不是 但其實如果在家裡 我們有一些 譬如說 現在很多道具 可以幫助我們更好 蟹油這些東西 我不用像妳說 每次都靠沙發一樣 對 讚 對 我今天就帶來 還不 就是很簡單 還有腳底按摩的樣子 一看好像是腳底按摩 還有腳底按摩的功能 還有伸展的一個部分 讚 如果我們像潘老師每次用腳 可能會把沙發給踢上 對 踢上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 坐坐看好不好 好 好 因為現代人 久坐 久站 身體都很容易僵硬 所以 甚至會有很多人 會有五十肩的狀況 然後讓身體變得很不靈活 然後筋太緊 不夠柔軟 影響到你的活動幅度 所以我們要靠這個拉筋板 這個小幫手非常好 在家直接坐 而且它還有一點點這個 按摩的功能 當你再坐上去 但你踩上去 你馬上就會有感覺了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試看 好不好 好 直接把腳踩上去 有沒有感覺到它的顆粒 好斜喔 好斜 這個就跟我剛剛跟妳講 那種很類似有沒有 對啊 但藉由這個板 它還有那種 經脈什麼穴位的那種 是拉到小腿嗎 對 小腿有沒有覺得很緊繃 這就是小腿 小腿有拉到 那我們可以把它強度增加 就是身體往前彎 提前彎的動作 感覺會跌倒耶 好難喔 摸不到 你們不要小看這個小腿後面這個筋 如果小腿後面筋太緊 大腿後面筋太緊 會讓你的腰痠喔 或是你腿的筋太緊 也可能會讓你的膝蓋會疼痛喔 所以這個腿的伸展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小看這個動作喔 這小翼跟那個小魚都可以耶 幾乎都可以 還滿痠的耶 很痠對不對 很痠 很痠 小腿感覺很崩對不對 但是等一下你先坐 你會覺得很緊的感覺 但是你再過一陣子 你等一下下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舒服 所以還漸進式的 對 你的筋慢慢做延展了 好 好 慢慢延展 然後呢 其實它好像還可以調整那個斜度 對 然後呼吸吐氣 對 呼吸吐氣 對 千萬不要憋氣 對 然後它這個後面還滿特別 它可以調整高度 對 所以依照每個人的柔軟度不同 我們做調整 你可以變得比較斜一點 或者比較淺一點 那年紀比較大的人 我們就要做先淺一點開始 不要讓它強度再想 你不要看到現在很多人 連這樣站的話都站不上去 站不上 對 很多年紀人都站滿上的 還滿快的 真的嗎 那我們要示範它另外其他的用法 不是只有這麼簡單 真的嗎 看起來這個東西 好像沒有很特別 可是它其實功能很多 來 看起來其實 小小的一樣東西 看起來其實就已經滿特別 滿特別了 對 我覺得還滿實用的感覺 那現在這個翻過來的意思 它可以在上面洗衣服嗎 對 這個功能就更多了 對 我們待會兒把脖子放在這個位置 脖子 脖子放在這個位置 直接躺下來 好 脖子在那個位置 對 脖子放下來 讓你的頸椎 就像剛剛潘老師有講說 如果你睡覺的時候 你的頸椎不能騰空 對不對 那這個就有一點點延展 你頸椎這邊的肌肉 會拉到背的 對 背也會拉到 然後你的手 脖子滿痠的 你的手可以慢慢式的往上延伸 增加它的腔度 有沒有 你的胸身也跟著打開了 你有感覺嗎 很多人有的人這樣連伸 他都沒辦法伸得開 然後你的腹部 對 我有一個朋友叫阿凱 他就是怎麼樣伸都伸不起來 他就是直直立的 奇怪 我朋友不知道在幹什麼 阿凱是幾歲的人 那個好像只有二十幾歲 他就伸不起來 很小 很小 真的很痠 真的很痠 然後感覺下除了肩打開了 胸打開了 你的腹部也有被延展到 對 其實幾乎上半身的前面 前半段的肌肉 都會被延展開來 還有你的手部 老師 這個動作 躺平的時候是不是腰椎 都要變成直的對不對 對 身體要變直 所以不能斜的對不對 對 對 然後我再示範第三個動作 好 首先 先把這兩個可愛的小腳架 有機關 有機關 方便 推起來 好 然後放在中間 很簡單 待會兒就把你的腰 放在這個位置 好 老師你先示範 示範一下 搖在那個位置 你先 這個動作更有感覺了 但坐下來就 忍住 感覺要叫太大聲 這可能要慢一點 好 然後 光放下來脊椎都會聽到 卡卡的聲音 對 很痠 有沒有 慢一點 很斜 對 這很斜 當然它也延展得更明顯 可以瘦小 好 一樣 對 我們把手慢慢地往上延伸 那要吐氣還是吸氣 就是不要憋氣 你就慢慢地呼吸吐氣 就是不要氣氣 什麼感覺啊 跟我們分享一下 妳腰好痠喔 老師 這樣要躺 這樣躺多久 其實一個伸展 其實一個伸展 大概做30秒 但是你要 你要記得你的手 可以盡量向前後延展 然後你的腳也向下延展 讓你的身體拉得更長 脊椎拉得更長 其實效果會更明顯 不過通常像這樣的動作 平常我們如果是這樣做 其實它是對身體的腰椎 是有很大的幫助 對 它幫你這樣 其實它還有一種就是 就算是它手不回來 譬如說老師你把手放回來 對 大家把手放回來 放到大腿上面 大腿 對 你就光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就已經 已經開始在伸展了 剛剛老師有在講 說有時候躺的時候 腰會有空氣 它是把它補滿 然後讓它往上伸展 對 腰都打開了 這樣好像也會說出錯 有那個脊椎一節一節 卡卡卡卡的感覺 對 你看看 感覺就是 那接下來聽說 老師還有沒有別的 美人柱的部分 對 另外一個伸展的好發寶 是不是 這是打狗棒是不是 真的太厲害了 其實這才是我們今天 最重要的主角 真的 看起來又好簡單對不對 感念過 它能做的東西更多更多 真的嗎 對 那我們現在先由下半身 來開始伸展 好 好棒 來 先把它直接放下來 兩把位置大概在你的大腿的位置 對 大腿的位置 其實它能延展的部位很長 所以你可以靠滾動 你的後腳要離開喔 好 腳要起來 等於簡單來講 你身體要打平 身體的重心要放在滾筒上 它腰都陷下去了 對 腰不要陷下去 對 撐起來 好 腰撐起來 你可以稍微 撐起來 腰太陷了 對 不是 表達臀部翹 好 這樣可以 對 這樣好一點 所以稍微滾動一下 往後推 對 腳是延伸的 其實這個放鬆非常地有感覺 對 這不是應該是練肚子的動作嗎 對 這是所謂的腹部核心 對 如果你核心很沒有力量的時候 你這個動作你會有感覺 對 但是正常人應該 應該還好 對 大腿很痠痛 對 前身很痠痛 很痛 一粒一粒的 有沒有 這就很明顯 其實大家看起來 看我們做好像沒什麼 其實我們都忍著 非常地有感覺 對 很痠 好 來 我們再換下一個動作 把它放在 後面 兩個手 夾住 夾住 挺胸 就光這個姿勢胸就挺起來 好 平常 腰痠背痛的問題就是因為 正常姿勢的感覺 對 平常為什麼會筋頸痠痛 大部分就是因為我們駝背 好 駝背會讓你筋痠 而且還會讓你的肩會比較厚 隔壁的阿姨大概就是這種厚度 就是因為我們都環腰駝背 好 一樣 這樣如果你要旋轉腰的話 腰的兩側會拉到筋 很腰 腰的兩側 那一定要盤腿 盤腿比較好做 我跟你講 如果伸直的話 軟度很差的人就會變這樣 他沒有辦法做起來 他會很緊 對 如果盤腿的話 大部分人都可以挺起來 好 一樣做延展 就很簡單 那以後去公園 會不會看到很多人拿一個這個這樣 也不錯 有可能 其實它只是一個桿子 就可以用得到了 對 這樣的動作 來 接下來一個動作我們站起來 對 這個 直接把它放遠一點 不是啦 這是 這也是一個腹部核心的一個動作 這一次 好 背 兩個手去扶著它 讓你的背是打直的 然後身體往後延伸 你的背 你的腰 你的大腿後側 還有你的 腿的後面 對 大腿後側 你哪邊比較緊 你每一個肌肉都會可能被延展到 盡量的往下壓 背是直的 手往前延伸 大腿伸直 所以這個動作會很多地方都延展到 對 有感覺了嗎 輕輕的往下壓 一樣慢慢的 一樣30秒就可以了 這真的在家裡就可以這樣做 就可以這樣做 對 這個挺好的 做完這個剛剛那個 有膠底按摩的也很好 對 好了 好棒 今天真的是獲益良多 真的 很簡單一個小東西 是主角 請問一下 做完的感覺如何 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 剛剛在做的時候覺得很累 就是很痠 按到 就是可能開哪裡都好痠 可是我現在覺得 很放鬆的感覺 我覺得 好像氣血都通了是不是 本來哪裡痛 然後做完之後覺得現在很舒服 我覺得就是有時候穴道 有時候太緊 你給它按完 就我們給它按摩 按完就很舒服 就很舒服 整個放鬆 對 就是這樣 其實像這樣的動作 要讓自己稍微伸展 好像在家裡 我們有些東西輔助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當然如果說你的伸展做得夠 你再去做其他的運動 其實是會加分的 對 沒有錯 這個老師最清楚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一些最基本的 就是你本身要在運動之前 你必須要 都是要有這些動作的 對 對你的肌肉的每一塊組成 它都會變得非常地好 對 就算說沒時間去外面運動 在家裡最基本的伸展 對 伸展一定要有 這裡不經常去脫掉 脫掉常常就會什麼睡不好 或是什麼有的沒有 現在太多人 現在工作壓力太大 所以每一個人都覺得 回來都是肩痠 緊痠 該怎麼辦 其實這些東西真的會幫助 所以盡量不要讓我們會有腰痠背痛 但是你平常有些姿勢 又沒辦法一下改得過來的話 那你就自己有空 在辦公室或是在家裡 就可以做一個伸展的運動 對 老師來讓我們活動一下 謝謝 真的是 然後又 又跟我們分享一些 新的一些輔助的東西 我們又看了兩位小美女 身材真好 真好 年輕真好 真的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